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姓陈 我中文叫陈怀宇 我英文名字叫Kent 我现在是德胜金融的执行长 我在美国房地产这个领域 大概有两十几年 主要都是一直做房地产投资出发的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房地产市场的情况 还有就是说有关于商业不动产投资部份 因为我想大家考房地产经济 主要目的就是做房地产交易 那很多客人除了买住在房地产之外 那如果你今天有些客人 他是比较有财力的 还是会想到美国买商业不动产 那商业不动产的特性 跟住在房地产的特性 又有点不一样 那我今天有机会 要跟大家说一下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我一直觉得 在房地产交易当中 房地产经济跟贷款 这一方面呢 事实上是房地产市场的两条腿 就是说缺彼此都不行 就是说如果房地产贷款 如果没有房地产经济的话 基本上他们就没有生意来源 那房地产经济呢 如果没有贷款的协助的话呢 基本上很多交易呢 就推动不下去 所以事实上 很多房地产经济呢 事实上是会跟我们合作的 那很多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一个搭配性质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你客人要买房地产的时候 他需要融资 但是呢 为了客人融资方面呢 他又不太会跟房地产经济 讲到目前真实的财力的情况 或者是真实的需求 那有时候呢 这时候呢 就必须要房地 贷款的经济出来 跟客人谈 然后呢 把客人的需求 做一个彻底的了解 然后做一个好的一个 规划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讯息 回馈给房地产经济 那房地产经济 在去跟客人找物件的时候 或者找这个适合的 派者就比较清楚 哪一个方向 才不会还被力气 那我话不多说 那我就直接开始 今天我的讲题 因为我特地为了 Michael的邀请 花了很多时间 准备今天的演讲 希望今天会给大家 好 那我现在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 那我们公司就是说 我们在刚刚我说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金融方面的领域呢 涉取非常广泛 所以我们了解 各个大大小小银行 能不能规范 那很多我们台湾话 叫做美港 就是很多这种诀窍 是一般外人不知道的 有时候呢 银行方便去 跟客户直接沟通 那都要透过我们呢 来接近的跟客人 做一个沟通的工作 那我们的价值就是说 我们在做整个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筛选项目上面呢 还有整个财务的分析上面呢 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 还有一个分析 那避免让客人呢 就在看案子的时候 等于多了一道打官的程序 这就是贷款和找银行融资 最大对客人来讲 一个股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那待会我们再讲 那我今天几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 我先大概介绍一下 整个全球大环境 然后呢 就讲完经济环境之后 再讲美国的一个市场 美国市场情况 然后当然也会讲到我们加州的情况 然后最后来讲一下 目前为什么这个市场的方向 还有位置在哪里 那将来呢 投资人或者买房地产的人 那个投资人来讲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 机会存在 那最后我们讲到一些商业服务展 有我们之类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常常说 有个书叫地球是平的 这很久以前 很常有教书嘛 那事实上我就用这张图来解释一下 全球经济的一个情况 这个基本上也是一张图 就是地球是平的 那这张图就是解释说 在各大扬州 主要地区呢 目前各地区的经济的情况 他从这个数字 从这个图片上看出 颜色越深的 表现他的经济成长 状况越好 那颜色越浅的 甚至说 他就表示经济意识 属于体质不浅的情况 那在这个图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你看如果像欧洲 还有像俄罗斯这部分 他颜色是最淡的 大概 大概是1%左右 GDP大概1% 事实上是不到的 今年这个后来也有修正的数字 然后呢 前绿色的部分呢 大概是维持在2到4之间 然后这部分呢 以南美洲跟南北美洲啊 还有那个北非这个地方为主 那顺色的部分呢 就是经济成长状况比较好的 所以你刚刚看到的 就是亚洲地区 像那个亚洲地区当日本除外 日本的经济成长率是最低的 那亚洲地区现在面临到什么问题呢 事实上亚洲地区是下滑的 以前呢 大家都是保8嘛 那今年保8也保7 保6.7 所以其实在中国来讲呢 目前来讲 很多经济活动 事实上是停止目前的 所以很多时候相对来讲 它整个 整个投资风险相对反而比较大 那反而看起来 现在全世界最好的一个 比较稳健的地方 反而是属于在浅绿色的地方 那浅绿色的地方呢 以这个全球分布来讲呢 最 要最佳的投资选择 当然就是在美国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 然后这么大的经济体 维持在3% 3.5之间的基础测量 来讲的话是相对 非常好非常好一个情况 非常健康的情况 所以如果以一张图来告诉各位来一个 全球的一个投资选择方向来讲的话 那如果投资人来讲 如果他本身资产是在亚洲的话 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那我要把我的资产 移到别的地方去 我要做一个风险分散 我要到哪地方去 他首选就是美国 那这部分的话 在很多顾问公司的报告当中 都指出来 美国现在是世界投资人的唯一 就最佳的首选 然后在05年到06年之内呢 其实发生了很多大事情 那这些大事情呢 影响了牵动了整个投资人的这个思绪 发生哪些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中国股市暴跌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花了2015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股市的时候 有一阵子就是暴跌 而且在年初的时候 有一个垄断机制出现的时候 又暴跌过 那时候整个中国的股民 平均他们说受伤惨重 很多人百万 就是一夕之间 他的百万资产完全就不见了 然后呢 这个部分呢 显示就我刚刚说的 就是中国股市 中国基地在做一个调整的动作 那之前因为钱没地方去 就到股市去 那股市的话 事实上是属于一个泡沫的状态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中国 也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就是整个 中国的需求就是 就是 等于说是衰退的关 那所以像原物料的价格啊 铜矿铁矿 然后像一个石油啊 都都骤跌 那这个就是 撑动了整个 全世界的一个经济可取 所以像 澳洲的经济也不好 因为这跟着 中国的一动在走 然后呢 在去年的时候 包括今年初的时候 就发生一件很大的事 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就是 你放到银行存的钱 银行不给你利息 还要跟你收钱 所以这是所谓的负利率 所以负利率的概念 是在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发生过的 什么意思 大家以为钱值钱嘛 所以 我们以前去银行存钱的时候 银行会给利息 大家就比 来个银行给利息 然后我就把银行 现在不是的 现在是 你去银行存钱 银行说 我不给你利息钱 我还可以收钱 收保晚费 为什么 为什么像这个样子 就是钞票应太多了 基本上就这么简单 就钞票应太多了 那这个表示 其实这个东西呢 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跟房地产 有息相关 待会我会再提示一下 然后呢 反而全世界呢 全世界唯一的国家 开始升息的是 只有美国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低支升息 今年的时候 应该还会再升几支 最近 最近那个 叶伦有讲话嘛 所以昨天 利息涨蛮高的 那 为什么 美国敢升息 这当然跟美国的 货币政策有关 但是 最主要一个地方是 美国经济情况 现在是真的属于一个 温和向上 甚至朝向有点过热的情况 所以他 美国 来讲 他不升息 其实为他自己本身的 国家利益来讲 他必须要有一个 升息的动作 然后才不会造成 这个 后续的 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 大家也没有注意过的 这个现象就是 2015年12月18号 奥巴马宣布 解禁美国石油出口经历 这个是从来在 冷战之后40年 美国 冷战开始 美国就禁止石油输出 大家也知道 美国其实是本身有采油的 但是呢 在2015年12月18号的时候 总统说 我现在几净 美国的石油跟天然气 可以正式出口 最近 行政消失 那个天然气 已经开始从巴达马运河 拓宽了嘛 第一烧运河 从墨西哥湾 迈到 迈到亚洲去 这个又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全球大格局的事情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 待会我会大概 跟各位 解释一下 这个部分有多重要 因为美国这部分呢 以前美国的国家政策 跟美国的这个资源分配 实际上都是围绕着石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伊拉克战争 什么波斯湾战争 全部都是国力动员 来维度它的石油利益 现在美国自己出放 开放石油出口 那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自己可以采油 美国已经取代 让俄罗斯成为全世界 最大天然基金生产 大家知道吗 在今年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 原来世界上最大采用国 是沙鲁亚 今年2017年的时候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采用国 美国是最大采用国 什么意思 因为美国有一个 油业园革命 大家都知道 业油业革命 那美国自己 业油业革命之后 它的产量 事实上已经超过了 中东国家 所以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其实美国现在不太敢 中东的事情 中东乱都乱都乱 他不去关 为什么 因为跟他没关了 那这个有能让他开放 使用口 那其实美国某种程度来讲 事实上是 他现在是等于说 在自己家货院挖到 使用这个保障 实际上对美国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这个也蛮重要的 然后在2016年 大家也看到 那个英国脱欧 脱了欧之后 大家全世界就一阵喧哗 那一阵子 那这个都有影响的 为什么 因为一旦英国脱欧之后 本来的格局就是 很多钱会进英国 然后再转到欧盟去 那等到拖欧之后 英国跟欧盟 基本上是就是说 等于说分家了 男朋友分手了 所以这时候呢 其实大家就会不看好 欧盟的未来发展 那很多时候 为什么刚刚我说 欧洲的富力率 很多投资人 人家不敢投欧洲 因为有难民问题 政治问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钱会到哪去 大家拿过的脑筋 都可以拆得出来 然后呢 最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大家现在11月 不管谁当选 这个口号一定是 每一个当选的 总统候选人 他为了当选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 为了要把中产阶级找回来 为了要提升美国 国内经济 还用势力财务 财务一些投资政策 不管那些 国内党的候选当选都会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2006年到16年 这时刻发生了什么 大家在美国 如果待超过10年以上的话 一定经历过这一波 很大的动荡 就是这个所谓的 就是房贷 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风暴 那时候倒了好多 大的金融机构 雷曼兄弟啊 华盛顿 人家想抢出来 Covid啊 这些大家以前都知道的 这种大的银行都倒闭 倒闭之后呢 美国事实上 进入一段修身养席的时间 所以当时推出了很多的 呃呃 就是首次的这种货币政策啊 什么宽松政策啊 像利息啊 大家如果还记得啊 2011年 如果你在美国 加州买房子的话 来低套房的话 政府还给你8000块的退税 8000啊 6000啊 都有 当时就是为了救房市 所以当时大家可以看出来 2008年的时候 整个美国的GPB是 严重往下掉的 有没有 最 最糟的那一季的时候 还掉了百分之八 可是呢 正从这美国大量印钞票之后 整个美国经济就开始付出 这是美国的优势 它可以开始印钞票 印钞票呢 不止积极国内经济 然后呢 还会影响它国内的这个通货活动 因为 这个美元会开始往外联 所以这是美国的优势 那从2008年到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整个美国的经济是持续往上的 而且是回到3到3.5左右 那这个事实上是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的 美国经济的情况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要提到了 这个就是跟各位一起 相关的房地产 房地产的时候 我们喜欢看是什么 像我 因为我个人是 经济分析师嘛 我很喜欢用这个图表说话 而且喜欢用一个 长期的图表说话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图表说 用图表来看的时候 我们不要能够抓人 这个趋势 这个是什么 这是美国从1960 1963年到现在 大家将近50一年的时间 它一个市场周期的循环 好 什么循环 就是一个新屋开工图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红色的区块 是属于这个整体市场向上的 然后呢 绿色区块是属于向下跌的 大家如果看着这个图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大家知道 房地产是个周期 一个周期 这个表就非常的清楚 大家看到 是不是一个周期 很明确 有上有下 而且呢 大家在从这个表格上面 看的时候呢 会发现一个趋势 就是说 这个周期呢 相对的慢慢拉长 有没有 从1963年到2012年的时候呢 早期1963年到1977 70年代的时候 它周期是属于比较短的 可是从1977年 到1984年 到1991年 到2005年的时候 你看 最长的1991年到2005年 事实上这个大肚头 走了整整整 将近14年的期间 那这是为什么 因为跟全球化 积极有关 就是美国的经济 跟全球化 帮走在一起 它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的活动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趋势 那如果这个趋势 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那我们来想象一下 现在房地产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 我刚刚说的 2010年大概是一个房地产市场的 美国房地产的一个 八等八 大概是五体左右 2010年到2012年之间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进场 不管你什么时候 买什么房子 都现在一定赚钱 基本上没有赚钱的 只要你敢进场 2010年进场 2012年到现在一定是赚钱 那我们来如果看一下 2015年到2012年 大概7年的时间 就整个一个下滑修正的过程当中 从2012年开始 现在房地产开始回升 那如果过去的经验 你告诉我们是一个事实的话 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话 大家想一下 2012年往后走 你们觉得还会有几年往上走的时间呢 4年 几年 4年 4年 上面那一期是14年 14年 2012年 2012年左右 保守顾至少要10年 10年 而且这个10年呢 为什么我敢说 有这个10年 还跟外在环境有关 如果其他国家经济都不好了 只有美国好 这个情况在哪里 大家想想看 其实全世界最大的投资人的钱在哪里 最大的投资金在哪里 不是个人的钱 是保险公司的钱 大家知道呢 保险公司是全世界掌握最多资产的 保险公司要给你保单 给你保费的时候 他钱要到来 他基本上除了投资债券 赌票之外 他很大部分就投到保密场 因为他要赚这个利差 如果今天保险公司的钱 发到日本银行去 放到欧洲银行去 是我赚不到利差 我还要贴给他 管理保管费的话 保险公司会把钱往这个地方摆吗 不会吧 所以保险公司会到哪里来 保险公司到美国来 投资房地产 这是我个人预测 就是说 事实上美国在未来可能还会有 如果没有发生特别的意外状况的话 美国还会有一个迎来一波 很大的一个房地产多头的情况 因为整个外在环境还有这个趋势 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验证我这边说的就是说 这边本地这张图呢 是追征 从2010年开始的海外买家来美国买 不动产的一个投资的表格 然后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加拿大 因为离我们最近 而且加拿大人喜欢到美国来买 因为交通方面嘛 气候也好 那加拿大呢 事实上你看 他一直占这个市场的比例 他从2010年起 他从23%左右 那另外一部分成长比较快的是什么 第二名是中国 中国其实成长得非常快 而且是短短的 大概在5到6年之间 他的速度非常快 中国的投资人来美国收购房地产的情况 所以事实上此消彼长 所以事实上现在中国的购买力 相对比加拿大的买家的购买力来得更强 虽然整个数字还没比加拿大来得高 但是呢 个别的购买力呢 事实上是比加拿大来得更强 加拿大买的肯定买二三十万 而中国的买就是五六十万 甚至五十万 那这个如果是用比例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那如果用数字来看的话 我们就更明显 你看到2019年的时候 他们统计说中国来美国买房子的 2019年大概是七年前 才是是都是41亿美金 可是到2015年的时候是286亿美金 真正成长了将近大概七倍 当然这个数字是官方统计数字 实际上数字应该比这还要多 因为很多国内来的人是用现金买房的 那时候就没有在这个图居数字之中 那这个是一个情况 因为我刚刚验证我刚刚说的 就是说很多人来美国房地产市场超低 那这部分呢 我刚刚又提到刚刚说的负利率的情况 负利率就是从2015年的时候 正是就是你如果看的话 全世界的公债好像据说是15%到20%的利率是负的 就是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就是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为什么会负利率 负利率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希望你不要把钱存银行 你要拿钱去消费 为什么 主要目的是要持绩经济 就是杀手键 因为已经是中央银行没有其他办法了 他只能用这个方法 让你说你不要存银行 你要拿去消费 但是呢 如果在那个真正投资人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不拿去投资是因为我觉得风险打赠到钱 然后呢 你即使你给我负利率 那我也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拿去投资 所以事实上负利率的效果呢 事实上不会想象比他们来的好 反而呢 银行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因为银行的银行的成功都跑光了 然后呢 银行有时候有些银行不愿意转嫁到客人存傻 他自己消化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刚刚说 市场对银行世界经济跟条件金融能力的信心会丧失掉 那这是在很多国家都会发生的情况 那大家就会看到 很多热情就开始又开始乱乱乱乱乱乱串 在哪个地方有机会 哪个地方比较安全就会往这地方串 所以现在我都要跟你讲说 其实现在股市我个人觉得是风险消费股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因为钱没地方去 都跑到股市了 不见得就表示美国经济就是 那是有点over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再讲到 好 那先要讲到一个角洲大环境 完了之后 我们来回过来 看美国的情况 我刚刚提过了说 美国现在经济好 是因为美国有一些 美国有一些天空 本身的优势 他说他可以搭来一个钞票 然后可以推动这个货币政策 然后又不会伤害 不会造成他自己的 就是反作又不会太大 的情况之下呢 美国成功的推动了三次的 所谓的货币宽众政策 拉抬了股市 拉抬了股市之后呢 自然带动了整个机器的复数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的失业率 就是下跌 而且现在大家说 普遍来讲 美国现在的失业率 大概是在5% 2到5.5左右 那5到5.5 最高的时候是到10 然后现在5.5 我们就觉得 只跌一半 可是呢 我跟各位讲 5%是一个自然的失业状态 因为有人会自然的换工作 不可能所有人都在Google 可能会上不换工作 所以5%是最自然的情况 就是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当中 5%是自然的 就自然之后 好像有人搬房子一样 所以这个情况就表示说 美国现在的就业率市场是非常好 一旦就业市场好的时候 上礼拜的消息 就是经济学家提过眼睛 说美国的新屋销售率是62万户 本来预估是58万户 多了4万户 这些人 哪些人去买新房子 都是那些找到工作的人 第一次买房的买家 他们现在经常买房子 所以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趋势 一个机会 那我顺便提一下 如果要买房子的话 甚至是想5%的头款 华人不喜欢用FHA 因为我们也不建议用FHA 政府不做 我们也有类似的 但是是银金版的 5%头款 你first time buyer就可以买房子了 所以其实是买好的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房地产市场就为什么大家看起来 现在大家都要抢房 也抢新房 所以现在很多建材又纷纷推新房出来 然后呢 第二个网友说 油烈云革命 成为美国的能源商场档 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影响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美国的能源价格相似全世界最低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力出来 包括呢 它在工业上面呢 这部分呢 我是会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我在 我在大概年初的时候 我那时候跟我的 我也是做一场演讲 然后那时候呢 我跟我台下的观众说 你们相当心美国的制造业会回来 然后呢 底下人呢 没有人相信 因为都是从中国来的 他们想 中国的制造业那么发达 美国对人工又贵 环境又差 怎么可能制造业会回到美国来 结果一个月之后 那个有一家 四大会计公司商德琪 会计公司 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 访问了全世界 四千多家的制造业者的老板 然后做一个统计 说目前全世界排行 制造业排名当中 全世界的排名是什么 第一名是谁 中国 美国是第几名 第七名 第七名还是第四名 可是呢 在2020年的时候 谁是第一名 美国 中国排到第二名 他们说 为什么 他说因为很多 生产科技 他让中国的制造业的成本 已经开始贵了 第二个说 现在讲究的所谓的自动化 工业4.5 然后很多东西 自动生产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在微信上 看过一个 Tesla工厂生产 汽车的脸 汽车的脸片 知道 基本上没人的 没什么人的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只是一个预测 而是他们去做的产业的直立的调查说 美国的制造业将来进得力是全世界第一 那这个是其实蛮连我自己都有一点 虽然我是预测的这样 可是我自己是蛮蛮有点意外 就是说这个是得到这个认可的一个趋势 这个大家就讲一下 那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优势 那我刚说 当保铃产本身 保铃屋数量重点 这个大家应该有一点感觉 就是以前很多人去抢保铃屋 抢short sale 现在基本上市场上你看不到这个东西了 基本上没有 你有看到以后 也是被人家抢的或者是假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很多人 做保铃产投资的时候 我会跟他提 这个也是很多人 就是年初的时候一个消息 就是2016年的时候呢 美国有14周 正式立法通过 所以要调涨最低工资 大家知道我们加州现在的最低工资 现在多少钱吗 10块半 对对对 Michael很清楚 10块半 10块半 10块半算很高 你知道吗 内华达州好像还没到 9块多 9块5 加州已经算很高了 华盛顿那边也是10块半 纽约也是10块半 那今年是2016年 你知道2020年的时候 10块半会变到多少钱吗 15 有人知道 15 15 15 10块半到15块 整个 是不是将近五成 每年至少调10%嘛 到207年明年就17年了 1819 20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对对那种 领最低工资的人来讲很高兴啊 可是对我来讲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学的很简单嘛 你调最低工资 你你你觉得你的钱就赚那么多吗 其他物件不是会涨吗 会涨吗 只是很多人没有 美国人比较没有实质概念 他就觉得好像 有些有产品比较朝三暮四 大家有听过那个 给一个猴子 早上给你三颗粒子 下午给你四颗粒子 然后呢说 然后反过来说 早上给你四颗 下午给三颗 结果猴子就很高兴 我觉得是同样的道理 一样了 你还能说 你十块钱 十块半斤到十五块 你以为你就败了 off吗 没有 因为所有东西都跟着 老板的成本贵了 你变当可能一个是七块钱 八块钱 不可能 一定十块钱 十二块 老板也要生存 可是呢 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 包括现在的总统候选人 都在都在推这个事情 什么意思呢 道理很简单 各位觉得房地产会往上走 往下来 对吗 这是很像我十块工资的时候 我现在平均房价 可能在Saint Gabriel地区 是五十万 那我赚上十五块的时候 你觉得还会五十万吗 至少七十多万 那时候就是一个相对比 大家知道 在二十年前 Arcadia的房子 三十万算贵的 你现在回头看 怎么可能 三十万在Arcadia 每个都好宅 就买一大房子 不要说好宅 三十万 二三十年前 二十三十万 可是现在大家都觉得 看这房子 至少是百万以上 这就很简单 慢慢直接这个价格就上去了 所以呢 很多人在问我说 Can 你现在觉得房价怎么样 我说其实如果可以 还是可以考虑进场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人为推动的 最低工资调涨了 这个东西回不去了 有没有 有一个电影说我们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情况之下 这个房子会不会照往上走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 所以这个给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选择进这个 房地产业业者的业的话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那我刚才讲这个 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失业率的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某种程度来 奥巴马还算有点贡献 就是从09年 他上台之后到现在 他是把整个经济算式 恢复的蛮不错的 然后这张图其实也很主要 我刚才说 我喜欢看图书故事 这张图其实就是 很很关键的 就是说 这是在追踪 这其实网络上很容易涨 其实就是追踪美国 平均房价的一个市场的情况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大概1976年 也是到现在 大概四五十年的趋势 美国的房价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来 都是一个很稳健的 就是斜拨向上 对不对 可是呢 一从2001年 这个轨道开始偏离 就是最简单 所谓的Bubble出现了 Bubble到什么时候破灭 就是2006、2007年的时候 开始爆破 爆破之后 这也不再有下跌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 我内不了自然的规律 下跌之后呢 其实那时候 吉利不休 没有人敢买房子 大家如果记得那时候的话 没有人敢碰房子 为什么 因为遗憨也不借钱 然后一下子听到 谁破产之 可是那时候我跟客人讲 我那时候在10年 跟客人讲说 你可以买房 我那时候还在跌 在10年的时候 为什么很简单 我那时候就做一个简单 我用史画 画到这个上面的时候 我发现 这个时候已经是跌到 线跌到那个长期趋势线 而且呢 大家如果看到 头的上面来讲 有一个Double Dipping 就是股票投射的时候 有两个碰到底部的情况 你两部碰到底 的话基本上 Apple是最低的 就应该是这样 Apple是它收入的情况 所以它的利息是最低的 3.5、3点多到4点多 看你选多长 所以越长 那利息就越高 好 所以呢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大概是怎么样 如果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呢 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 因为2010年开始 12年开始呢 开始复苏 在这复苏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人 感冒险的买房子的 其实上到现在为止 房子已经赚了钱了 所以现在的市场 大概是怎么样 我们整理这个 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行业的话 我讲这些 它已经非常有感觉 什么感觉 第一个我讲说 外国投资人 跟美国1031 交换了买者 涌入房地产市场 抬高房地产物业 就是说 如果你下去 要买一部物业的时候 你会发生 你会发现 现在是什么 是卖家市场 怎么说是 叫做生多周少 就是说 你想去买一个 好的物业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在跟你抢 那跟你抢的人是谁 还不一定当地人 有时候海外的投资人 还有呢 当地人是什么 1031交换 最怕的就是1031交换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要买 他其实要买 所以他愿意出高价 1031交换 大家知道吗 刚才讲过 对 1031交换 1031交换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做商业不动产 因为美国在税方面呢 有保护 有某种程度是变相奖励投资人 在住宅方面的奖励就是说 如果你是自住屋的话 你住在房子里面买两年 你平均买两年的话 你夫妻两人有50万的免税额 大家知道吗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 很多人只知道说 有买房子 增值的部分 我夫妻两人在里头 有50万的免税额 可是你没有想过 老美事实上没什么积蓄的 老美他是利用这个房子在累积他的贡献金 所以呢 很多人以前住什么住阿安布拉 或者住阿卡迪拉 现在住阿卡迪拉 老美都搬走了 为什么 因为房子涨了嘛 涨了之后他搬到哪去 他搬到 阿布拉 鱼血口罗马马 那边房子多少 40万 50万难不及 我房子卖的 我以前住阿卡迪拉 住30年 我买的房子30万 现在卖 谁没卖 至少80万100万 我赚的钱 美国这么不可以 给我奖税 我自然而然就把这个钱 收到口袋里去 然后还是要住嘛 搬到哪去 搬到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去 就相当于比较偏远 以前我们觉得 鱼血口罗马马多偏远 区劳多偏远 五年前 你来我这边看 没有人跟你讲说 那个地方是好的 全部都在外面去买房子的 全部啊 全部去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美国税的策略 就是鼓励人口 搭载的往外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呢 对一个投资人来讲的话 你要有这个眼光看 就说我现在觉得 譬如说 我现在跟你讲的地方 反摊啊 反摊啊 你还不生在的地方 我跟你讲 五年后 你就不会觉得他反摊 他就是现在的 就去 鱼血口罗马马 realtor realtor 对 Sambardino 你会觉得 那个地方 怎么会有可能 对不起 这个经济活动 就是这样子 因为美国人 他就是会往外搬 为什么 他这个钱不拿 不拿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自租屋的owner 我今天坐在Arcadia 我已经房子 增值了五十万 超过的部分 我要缴税 你房子不卖吗 我会卖嘛 我会去搬到 比较远 美国人这样 所以 你现在看 210或10号上面 通通在塞车 通通塞车 以前塞 不会塞到15号之前 现在到15号之前 我塞车 什么意思 去投资一个方向 你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经济活动 那这个是讲住宅屋 商业屋就是用1031交换 1031要盖定 这个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投了一个商业不动才 相当不算 赚了钱 你要缴税 对不对 美国税很高啊 加州最高的税 可以吃到55% 很多人都不想缴税 不想说 有法律可以保护你 1031交换 我赚了钱呢 如果你在45天之内 identify另外一个 property 我把赚的钱转到另外一个 property 也是投资过180天过午完成的话 尤其美国政府不能科理税 你就是所谓的 以你想想 你记得它是一个严税 一个严税 比如说我今天买一个物业 本来是100万 现在呢 增值到200万 赚到200万 100万照来讲 美国政府要给你抽 至少30% 35的税 对不对 你不想缴这个税 我赚了钱100万呢 搬到另外一个房子去买 然后呢 他就不刻你的税 谁会 那你会不会利用 如果你现在一个投资人 你会给 你会 你不做这个动作 你就要给政府35万的钱 可是你做这个动作 你去买一个更大更好的物业 你会做哪一个 大家想想看 自换了 对 当然自换了 当然换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 这一波房地产回生之后 创造了一大批这种 卖了原来的房子的人 赚了钱之后 他开始找物业 所以这种人 就是说我们讲的 他有点像现金买家 因为钱特别多 所以他又跟你抢 所以现在的市场是 卖家市场 不是买家市场 所以也称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说 业主卖主允许你 禁止调查时间缩短 因为你做 上路他买卖 你有很多东西要调查的 产权 租客 还有环保 很多问题的 像业主呢 以前我们没有看过这个现象 几年前没看过 现在是业主说 以前给你60天 禁止调查时间 现在都已经30天 然后定金还不可以还 30天之内没做 你要我接受你offer 对不起 定金不能还 要就要 不要的 对不起 你定金还被没收 现在是很普遍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卖家市场 甚至有些市场是 有些东西推出来 你真的想去跟他吓的时候 事实上发现 人家真的不想卖 他只想说 我可以卖多少钱 你懂为什么 卖家在测试这个市场 他不是真的想卖 所以呢 我们来看 跟我们当时07年 房地产高峰 现在的市场 商业不动产市场 跟那时候比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情况是什么 住宅公寓的市场 租金跟涨幅 已经超过了2017年 大家不敢想象 2007年的时候 如果你去看一个公寓楼 你那时候看到一个房子 假设2007年 你看到同样的套房 那时候是卖200万 假设200万 你现在去看那套房 对不对 他要出来卖的时候 那套房 不是卖200万 可能是250万 现在的市场是这样 已经比当时还要高 现在的公寓楼的cap rate 这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 有机会卖的套房 3.5很低很低 很低 什么的意思 就是价格推得很高 所以cap rate相对比较低 所以像公寓楼 非常非常的昂贵 可是还是很多人买 为什么 因为钱放到银行要 我是说大的资金 你放到银行要扣税 很多人还是买公寓楼 相对比较安全 那公寓楼的租金跟速度 超过历史的正常 所以如果各位有朋友 在住公寓楼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 公寓楼现在的租金 其实一直在调涨 今年一个假 明年一个假 甚至我有一个 客人跟我讲 他们住在公寓楼 一年调三次假 我觉得是 各位朋友说 一样 你们出国内叫 我们 对我们叫公寓楼 就condo town house 然后呢 我们说B class的租金 B class就是说 比较差一点的 不是那种最好的地点 最好的 它的租金 事实上也在积息直追 也在积息直追 然后呢 价格呢 cap rate已经2017年的 比较 所以这表示说什么 现在呢 商业活动产 非常的强盛 非常的强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家 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 因为整个经济活动 有个周期 有所谓的 我们看一下 就是一个波浪 就是说 我们简单 大概分做五个阶段 有一个复苏期 有一个扩张期 有一个平衡期 再一个是下滑期 最后是谷底期 就是任何经济 任何的产业 任何一个市场 都离不开这五个阶段 那事实上 投资人要看的时候 就是当然会选择说 我要 这是一个周期 不可能是这个跳到这个 又跳到这个 没有 就是一个周期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投资的话 当然我会希望从底部 当然底部会我知多久 没人知道 所以事实上 真的 比较聪明的投资 他要开始 从这个复苏期 早期就进场 或者是在扩张期 扩张期 那等于说 价格都会慢慢慢慢的往上走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目前主要的 在美国的投资的 这个市场当中 区块当中 大概去位于 那些市场位于哪些方面 我们看股票跟 美国银行股跟股票 事实上是在高峰期 如果你们对照过去的美国 现在美国股市是创新高的 高新高的 那很多专家都在想说 这种东西维持不了太久 因为它有点像巴宝 你如果去看那个 那个什么股息啊 但是现在还在往上走 为什么 因为都是全球前媒 地方去出来 国际美国股市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比较 风险比较高 因为是在高峰的 然后呢 住宅不动产 现在事实上是有点 恰伍之末 就是以目前短期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 这波涨了 很快 好像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洛杉矶的 现在的住宅房地产的 这个增长率 跟去年比方是5%还是6%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如果是50万的房子 明年就涨6% 就涨了3万块 新年跟去年同期 是涨了6% 其实是蛮高的需求 你知道吗 如果相对于 你又用杠杆去投资的话 这个6%的差幅 其实蛮大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房地产这个 resistential的 这个往上冲高的机会 它的幅度就不会像以前 10年到12年 到现在为止 那么高的一个幅度 增长那么快 所以它要在往上同比例增长 就来的机会比较小 然后再来是美国经济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提到说 商业不动产 商业不动产 是属于落后的 它是要被经济带动 经济不好 这个市场不会好 它的经济好 它的房地产 这个商业不动产 是在后面 拉动它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 商业不动产的 投资的 获利的空间还是在 因为它属于是被带动的 如果按照这个 大家按照这个趋势来看 然后全球经济 还是在后面这边 我跟着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 就是说商业不动产的 特色就是说什么 它就跟住宅的不一样 住宅是我买的 我自己要用 然后我要 某种程度来 就是一个累积财富的工具 但是买商业不动产的投资人 最主要就是要 很简单就是要赚钱 那买商业不动产 赚钱的方式 其实很简单 说穿了 也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就是买低卖高 我要买一个低价 我要买高 但是呢 买低卖高 大家就知道 可是中间真的 还是有学问在 什么叫买低 什么叫卖高 商业不动产 买低卖高的方式是什么 事实上很简单一个句话 就是你要想办法 把这一栋房子的现金流增加 比如说我今天买一个半东大楼 我买一个半东大楼 我现在买一千万好了 我凭什么 加来可以卖到一千五百万 凭什么 难道就是认为 我地点好 就是会卖到一千五百万 那有可能 但是不是绝对 真正房地产商业不动产投资人 真正的投资人 买这栋大楼一千万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法是 我怎么样让他出客增加 租金增加 让他的赚钱现金都增加 这样我就可以卖到一千五百万 如果今天我买一千万的房子 这个房子一年给我的净收入是八十万 我一千万买下来 就要有百分之八的 有办法 在目前市场已经非常好了 可是我有办法在一千万买下来之后 我可以让他从八十万变到一百五十万的话 而且我这个房子就值一千五百万 银行也认为你这个房子值一千五百万 你也可以卖得起一千五百万的价格 这就是关键 商业不动产的关键就在这里 投资绝交没有其他的计划就是这个 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就讲三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房子在 这个在叫Riverside 然后它是一个商业的园区 就是我们所谓的Business Park 这里面都是办公屋 当时买的价格是一千八百万 当时Cabaret是十 当时房客入住率是百分之八十 然后投资人放了六百八十万进去 然后两千年买 两千零五年卖 一千八百万买下来 零五年卖的时候卖了三千两百万 增加多少 将近一倍 凭什么 因为它进去的时候是百分之八十的租客 卖掉的时候是百分之九十二的租客 然后呢 当时因为又市场利息又在底 当时他买的时候是Cabaret是十 后来卖掉的时候Cabaret是七点六 七点六 到时候以后再跟大家讲 因为这Cabaret的概念 其实蛮重要的 有机会大家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一些商量不动产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公式 这个反正这个值越低 相对的你的那个方式的价值就越高 你看在中间过程当中呢 客人就赚了多少钱 才五年的时间 所以一千八百万就放到三千两百万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一样 另外一个也是买价是一千五百五十万买的 当时买的时候呢 出租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七 那客人 投资人放的是七百万 卖掉的时候卖掉的时候卖掉了什么 六千六百五十万 为什么 因为它租客率呢 是跳到百分之八十九 每年 每年它是 后多久啊 后 五八年了 对 后三年 然后呢 它每年的IR是将近百分之二十九 三年 然后再看另外一个 这是Colorado的设计 别的房子 一千三百万买的 买的时候出租率是七十七 然后呢 卖掉的时候出租率是百分之八 你卖一下 其实刚刚那个六千六百五十万 是跟这两个是帮助在一起的 所以不是一动卖了六千六百 两个加持 但是也是增加了蛮高的比例 对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 其实 商业不断产的获利机会 是不是相对很高 可是相对的 你要有一定的本事 你才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 老中的 老中的 我说一句 白话 老中的 待会会讲 就是说 就是一般的投资的迷失是什么 很多人都说 投资就是本人本事本钱 可是你在商业不断产场当中呢 不wok 本人本事本钱 绝对不wok 本人本事本钱 就是说我本人要去看过那个房子 我本人要来亲自管 然后呢 我要用我自己的钱去买这个房子 所以在商业房地产当中呢 你这样的策略呢 你的机会 自己把自己门槛垫高了 反而呢 你也找不到好的东西 就是说 这就回到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这是我们 等于是我们研究过很多的案子 然后呢 跟我们的投资人访谈 然后呢 我们整理出来了 就是说 什么新法 如果你要在 商业房地产当中 能够作为一个成功 获利的投资人的话 能够赚到这么多钱 你要五项要留 很多人都知道五项要留 而且我们是 汇局之后 让大家容易记 我们就叫ABCDE 就是你要懂个 商业不断产的投资的话 你就只要知道这五个 英文字母就可以了 可是五个英文字母 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意思 第一个叫做ASSASS ASS的英文就是管道 管道要畅通 因为其实商业不动产 跟住宅不动产 有点不太一样 就说 真正好的物业呢 你在市场上是看不到的 跟住宅不动产一样 住宅不动产你要卖房子 一定放MLS上去 MLS上去卖吧 上realtor.com refin.com 一看就出来了 好的商业不动产 市场上看不到 因为还没上市的时候 已经就交易掉了 因为买家就在那一 就是那个族群当中 那个市场真的好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在市场上看到 你在市场上看到的 大外来的东西 是被人家挑省的 真的都是被人家挑省的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 的重点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列出来ASSASS 你管道要畅通 管道要畅通 你有办法 通过一些 就是所谓的不上市的 你有办法通过银行管道 通过我们这些贷款经济 你可以知道一些 一些物业是客人要卖 但是他不上市的 你有办法连接到管道 你才有办法抢占先机 拿到好的物 好的利用 就是第一个 这个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的Business Plan 跟Strategy 就是说你买下这个物业之后 你打算怎么做 比如我们刚才说 一栋物业它卖你一千万 一个月来一个月来 他自然之愿意卖一千万给你 就表示这一千万 卖家觉得这个价子可以了 他可以接受 他不敢 他不会廉价出售 除非有什么问题 他才廉价出售 一千万 但是你买下来之后 一千万的物业 你怎么要不要赔一千五百万 你的商业策略 这个地理要怎么用 像我们Arcadia 像我们Pasadena 蛮有意思 我就讲一个例子 就在我们办公室正对面 我们办公室 在靠近Old Town的地方 我们正对面 在BJ楼上 我们就在BJ楼 BJ斜对面 有一栋大楼叫AT&T大楼 经济风暴的时候 AT&T也不要那栋Building 那栋Building 看起来就破破烂烂的 可是在两年半之前 他被一个投资Group买下来 那时候我们怎么算 那个价格 跟房屋的空间的比例 就觉得他每次单价 买的有够贵 就是买的很贵 然后当然那个房地产经济 我们是透过一个房地产经济 跟我们讲的 在地的房地产经济 他们讲说 他们那个投资人 有一套办法 他们要把里面改成什么 作为所谓的这种Creative Office 就是说现在流行的这种创业区 然后他们要吸引什么矽谷下来租 所以现在 一只价格那边 现在大概是三块钱 他们一只就租金是三块 他们那边可以开价到五块 那时候我们听听这种东西 听听觉得想的很好 可是你要真正落实做不到 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 所以有点天马起来 我觉得不切实际 可是呢 重点是 人家还是真的用一个大钱 把那种那种Builder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呢 过没多久 诶 动工了 动工了 那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个策略在 是干嘛的 因为他买下那个Builder的时候 旁边有块很大的一个空地 有一个公园的空地 是属于这个Builder的 然后呢 他买下来之后 没多久 那个公园的空地就拆了 开工了 现在盖了另外一个Builder 所以呢 当时这个投资人在买的时候 他一定是跟City打鼓 找不着说我要买这栋 但是我这一块要设计变更 他一旦把这个旁边 多了一个Builder出来之后 当时他的投资就不是贵 就是便宜 这就是说BTS策略 对不对 再讲一个比较大家熟悉的例子吧 安保集团对不对 安保集团前年不是用了天价 买了纽约公园的 Wordof的那个案子吗 你知道吗 我们有内幕消息 他那时候买是买好像16亿 可是你知道最早期 Wordof要卖的时候卖多少钱 你知道吗 他们知道卖12亿 12亿要卖 有人用16亿买 那你会觉得 那个16亿买的是个白痴 所以我们当时看这个案子 是个样子 可是今年的消息 我们当时怎么算 就是算了一下就是说 你如果买了Wordof之后 你的房子每天都要出租 你才有可能打批 你的每个房间都要租掉 才有可能打批 因为他一个房间 即使一个晚上一千块 都不太可能赚得回来 一个晚上一千块 你会去住吗 谁会去住一个晚上一千块的 再有名的房子 再有名的hotel 一个晚上一千块 能够住得起人 还是有限吗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帮他算了一个账 又觉得不make sense 所以怎么看中间就是有猫蜜 就觉得说 当时有在猜 是不是中国买家跟 有什么 这个我就不太多说了 怕被记下来 但是后来发现 今年他推了一个消息说 他们要猜 当时的要求是说 给Wordof那个管理台的说 他是十年二十年的管理权 结果我后来跟他怎么谈的 他们全部拆掉 现在摆成高级公寓出租 那你这个账一算的话又不一样 以前是旅馆 那我就要看你的租金 可是你现在要改成高级公寓都行 他又有赚钱了 改成高级公寓 那每个房子都变高级公寓 他又可以卖 像绿地一样 大家知道Downtown有个绿地吗 绿地在做绿地评定 那时候他推出来说 一尺卖一千块 一尺一千块是什么价格 生 Arcadia一尺价大概四百 五百块 Samarino一尺差不多一千块的价格 绿地在市中心 一个condo一尺要卖一千块 也就是说市内如果有两千尺的话 他就要卖两百万 一个公寓谁买 没人买 可是后来你听到的消息是 他们赚钱了 怎么赚 因为卖了七成的物业出去 卖谁 中国的投资人 因为中国的投资人 对他来讲 一尺一千块便宜 那才四周期 然后北京他们就 立即跟他讲 就是要到北京 北京内环里面 我一尺一千块便宜还贵 便宜全部买 没有单一人 全部都卖给中国的投资人 这就是人家的费事 所以我去必须费 客户不一样 客户不一样 你如果帮他卖 卖在地上 保识你 保识你绝对卖不出去 没有人会买 谁会买 你一尺一千块 让我去买瑞地 我不去买 都比他划算 可是呢 他其实利用一个市场的不同 那要中国去 中国人就觉得便宜 好 这是Beece's Print 然后呢 Captal跟Credit 这个是另外的情况 就是大家看到 中国投资人买很多 讲话打嘴炮的脸很多 结果呢 在这市场上 把自己的生育搞坏了 中国很多 大家知道房地产 很多开发商 还有钱来美国要买不动产 然后呢 来美国要买 然后讲多少钱 我身上有个 还不是用亿来算 我们还看过 有十亿的资金证明 十亿 十亿好像是 十亿好像是 对 那个资金证明 我都不知道是真的来讲的 十亿的美元的资金证明 但是呢 真的要他下单的时候呢 全部都不见 全部都不见了 我完全就 所以呢 老美这些卖主呢 都学乖了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代表中国投资人 说我要去买你这个物业 你给他 他中国银行的资金证明 对不起 老坏的买家 没有人给你信的 没有一个给你信的 他会给你要两个东西 对不起 你要给我银行的资金证明 我要你在美国的 或者在瑞士的 在澳洲的 就是不要在中国银行的 然后第二 我要你给我看 你这个买家 在美国买了哪些东西 我要去查 因为为什么 老美很多人被骗怕了 他跟你觉得 哎 中国投资人很有钱啊 他跟你对哦 第二我落半天之后 后来一句话说我钱出不来不买了 这玩人家嘛 那不是一次两次 玩很多次哦 所以其实上这些市场上 人家都拿 现在又约了什么 人家说我宁可 你给我 我这个东西卖一千万 你出一千两百万的东西 我还宁可卖给我一千万 我以前的 我以前跟我合作多个客人 我还宁可用一千万卖给他 你一千两百万 他不会因为你多出这个钱 就就愿意跟你低优 现在市场就变成这个样子 你中国买一千万的东西 因为我们说你的资本和心理要充足 包括你有时候好的物业 人家凭什么给你 不想给你 然后呢第二个是丢丢业钱 就是商业禁止调查 要专业彻底 商业不动产比较困难的 跟住宅不动产 就是说他非常非常的复杂 就是说我刚刚说 不仅涉及到这个房子的结构啊 产权啊 契约啊 租金啊 所有东西都要查 像我们之前协助客人做一个案子 光禁止调查 客人还没去料买的时候 整个文件就这么包括什么 去访谈他周围的所有的租客 问他说你会不会继续租 因为为什么有时候 有些不良的屋主 他里面的租 租列是造假的 我们之前就帮客人抓了一个 这样一个 一个case出来 就是有一个客人 他事实上是跟他先生离婚 离婚之后呢 先生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塞养费 那因为那个太太以前就是家里主妇嘛 也没有一季之长 那这个钱不知道哪里面 就好 拿来投资买商业楼 所以商业楼找一找去呢 就觉得说我要买一个赚钱的 大家都心态就想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赚钱的 所以后来呢 就找到一个 Korean town里面的一个小的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当时他们好像开五百万嘛 五百万之后呢 他说一年可以收到五十万的租金 他就很高兴 就一直要买这个物业 然后呢 当时就是 早上我们来帮他做这个贷款 结果我们那时候一看 因为第一 我们知道 在Korean town里面很好的话 不可能会 五十万的现金流租金 你卖只卖五百万 这个问题有问题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 他所有我们帮客人来 客人英文也不好 都没有这个概念 第一次买商业楼 我们后来做到什么问题呢 里面有 他有十几二十个租客 其中一半的租客 都是新的 刚签约的 然后呢 我们后来又查出来 这一半的租客里面呢 大概讲的六七十个 这个租客 都是新的公司 而且这新公司的老板 就是这个地主的 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问题出来了 知道了 所以你给他看那个财务报表 新的留意识的时候 很漂亮 可是呢 这个短期租客呢 也合法 一年之后他就不给你租了 可以啊 啊 我们后来 那客人来找我们的时候 其实他放了帝金进去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就要去想办法 把帝金退回来 对方才不愿意退他 后来好像是 他去找那个 找那个律师 才正去把他的定金收回来 就会有这种问题 中间有太多太多 你不知道的事情 然后尤其商业不动产 你还有一个环保的问题 我再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有客人买一块地 他也觉得买得非常便宜 有一些他的房地产 非常非常的火热 他如果去看 后来发现什么 地下污染 污染 这污染东西客人也遇过 那污染问题 你家有污染的时候 银行会借钱 你知道污染的情况是 美国是这样子 你买了一块地 如果有污染的话 你所有的这种维护费 现在的地主要负责 所以有时候 你市场上看到 一项便宜的物业 你不知道 你以为捡到一个便宜 市场的客人 后面有陷阱 有个坑在里头 那你跳进去了 那怎么知道 底下有污染 所以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 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跟客人讲的时候 很多国内来的客人就说 他没有能够来说 老子有钱 最近买的时候 对不起 很多时候 我不敢理用 即使你找一个 有经验的地产经纪 有时候他可能忽略掉 这一块 你知道吗 没有做好性子调查 如果你找银行过来 银行一定把你查个底 查别 为什么 第一银行是专业的 对不对 银行所有的这种 哪些案子没看过 第二个你买一块地的时候 涨了一天 银行建立一半 他也是跟你一起 是个partner 他也建立这些钱去买 他也是一半的物串 所以银行一定查 所以银行一定会做 这所有的产权调查 环境保安调查 他会看得比你还直气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你在做消息保安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去拉银行进来 为什么 等于无形当中 你不用付任何顾问费 你也不用付任何律师费 有人就帮你做禁止调查 然后你不要买的时候 你还不用付他钱 钱上了这么好的事 而且再缓 讲另外一句话来讲 银行才收你多少利息 四点多好不好 百分之这利息 你赚了十几二十三十percent 银行还是收你多少 四百分的利息 他近几一半 听一下 我讲来一念 你的父母兄弟姐妹 都不会对你不好 近几三十年来 帮你把关 然后你赚钱不跟你分 不是吧 他只要他的利息 所以呢 这个是当 最后当然就是说 你有专案调查之后 你要有一个执行能力 这专案 所以我刚刚说的 其实大家说出来 一些华人普遍的观念 在投资房地产当中 我们就是说 刚刚说的一个观念 就是本人本事本钱 可是本人本事本钱呢 基本上那五项口诀 刚刚说五大星马当中 你就没有一项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专业投资人呢 他不是轻易出手的 他会盯 他会收集大量资讯 我们有些投资人 有些专业的投资公司 他一年看三四百个案子 他出手可能不到五个案子 五个案子是什么 三四百案子当中过滤 少过一遍之后 他觉得有兴趣的 可能只有五十个案子 五十个案子之后呢 他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调查到过滤到十个二十个案子 他下off 下off的过程当中 他要做进行调查 到处真的能谈成到closing 不到四到五个 这样人家才能不能赚钱 不是一来就马上收马上做 没有了 他们都 但是他 人家他们有个 他们就有办法说 人家就愿意给他一年四五百个案子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人家在当地有 有知名度的 有实力 所以有好的经济出来之后 第一个想到 这个老板他们可能有没有兴趣 我把案子丢给他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这些人 你在市场看到的东西都是这些投资人 剪过之后不要的流出来的 好的案子都被人家剪光了 这个是个市场的剪光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说 以商业不动产来讲 那你就要找一个专业管理团队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刚刚讲到说 刚刚那几个成功的案例就是说 投资人事实上他也不是亲自去过 他没有那个能力 尤其华人来讲 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 去跟那些老外 谈租约 看那么厚的文件 都是有个团队帮你去过滤的 那有些专业管理公司 他就有办法做到这个方面 就是说帮你去找 帮你甚至帮你去招租 帮你去增加 当你该付给他的佣金还是要付 他就帮你把这个东西填满 那你要找到这样 有经验的专业管理团队 然后帮你管 那宁可多付一点钱 但是我们讲绝对值 因为你把你的物业管得很好 很多华人投资策略就说 我希望买个便宜 买的便宜之后 我希望每个月的费用便宜 然后呢 我希望我卖的贵 天网夜谈 这就是 为什么 因为你买了一个商业不动产 进来之后 你想想看 我买一个 羊毛出来的身上 我好不容易买这东西 假设